上辈子他从不关心八卦 如今甚至回想不起厉雷的脸 不过这也不是什么大事 现在的他 只是天意金字塔底层的一个小人物 而厉雷是顶端的大老板 井水不犯河水 他在冷酷凶残有能力也好 也和他没有一分一毫的关系 这样想着 他把头靠在椅背上 在周围一片八卦声中睡了过去 后来是陆涛把他摇醒的 睁开眼已是傍晚时分 落霞满天 车子停在半山腰的客房区 一行人背着大包小包行囊 鱼贯而出 四人一间房安顿下来 才安顿好 陆涛就来找他吃晚饭 然后赶场式的去会议大厅集合 设置组全体人员要开大会 会议由魏韶英主持 他是这次MV的导演兼制作人 他比大部队先到几天 早已勘察完现场 此时连猪炮式的分派任务 时间表卡得很紧 工作量很大 然而一切环环相扣 紧紧有条 如同一架运转精确的机器 几乎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脸色麻木 只低头飞快在速记本上写下要点 唯有和夏琳一起来的练习生们 焦头接耳神色震惊 不是吧 早就听说魏韶英变态 没想到这么变态 这种高强度的工作安排 怎么可能完成 陆涛用手肘捅了捅夏琳 喂 夜心灵 你说他没打错形成表吧 排这么紧 这是要累出人命啊 有吗 夏琳想了想 其实也还好吧 上辈子 他的御用制作人凤昆为他录音乐的时候 排成虽然不会排这么紧 但偶尔赶时间的几次 也试过这种节奏 没有出人命 陆涛对天翻了一个白眼 对 你这还没出道呢 怎么就和那些人一样了 他朝前排的工作人员 扬了扬下吧 那些人 一看就是已经被魏韶音乐带惯了 都不反抗了 夏琳笑一笑 忽然间 还真有点怀念这种感觉 紧张忙碌的外景现场 神色严肃的工作人员 随处可见的摄影器材 就连空气里 仿佛都流连着音乐醉人的味道 此时此刻 他终于有了一种活过来的感觉 不幸的是 其他训练生显然不这么小 接下来的几天 半舞录制很不顺利 魏韶音不但排成井 而且要求高 不是挑剔这个动作不到位 就是挑剔那个表情不生动 短短一个三秒的镜头 也能被他反复折腾上几十次 每天收工 大家都累得和狗一样 休息室里 陆涛半死不活地摊在地上 却偏偏还有兴致和夏琳说话 喂 我发现 这几天魏变态 把所有人的名都点变了 只要你没怎么吃过NG 你有什么诀窍吗 太折腾死了 这几天 所有的练习生都见识到了魏韶音的挑剔境 魏变态这个绰号实至名归 夏琳望了眼 横七竖八 瘫倒在休息室里的练习生们 忍不住微微笑了 不过 他还真没什么诀窍 这次的半舞难度不算高 对他来说 不过是基本功一样的动作 甚至早已成了灵魂本能 本能需要什么诀窍吗 他想来想去 送了他一句话 好好练习 让他成为你的本能 杜涛哀嚎一声 瘫在地上彻底不动了 就这样 惨不忍睹地 被魏韶音折腾了大半个月 半舞部分终于告一段落 当他宣布所有的练习生 可以休息几天时 大家简直是一片欢呼 可惜的是之前被虐惨了 就连陆涛这样体力过人的街舞少年 休息第一天的选择 也是在客房补教 曾被裴子恒囚禁过一年的夏琳 对所有的卧室 都有一种莫名的阴影 但凡能不待在里面 总会尽量外出 于是在这个秋光明媚的晴朗天气 他挑了件米白色的连衣裙穿上 又披了件薄外衣 独自一人沿着附近的小镜 朝林间漫步去 山林幽静 景之更是别处难得一见的美好 也难怪魏韶音会选这里 作为外景地 不过 让夏琳有些惊讶的是 天意的大boss利雷 会同意他来这里取景 上辈子 他和裴子恒相处久了 对他们那种大人物的秉性 多少知道一些 像这样的私人山庄 多是度假和招待贵客用的 平时不但不对外开放 摄像摄影之类的事情 更是绝对的禁忌 而如今 魏韶音竟然拿到了许可 该说是他有本事呢 还是天意的力大boss特立独行 也许 这就是天意能迅速发展壮大的原因 一切已拍片优先吗 一路走一路想 不知不觉就有些深入山林 气温不知何时降了下来 丝丝地沁着阴凉 餐天的树木遮蔽了阳光 碧莹交错 林子里静得有些不寻常 夏琳的脚步慢下来 环顾四周 已经看不到来路和人烟了 微风扶在身上带起阵阵寒意 一股隐隐的不安自心底生气 他在原地徘徊几步 决定按记忆中的路线退回去 就在此时 有什么粘稠的液体落到脸上 夏琳伸手一摸 竟是红色 带着隐隐的温热和血腥气 心脏不可抑制地狂跳起来 他猛地抬头 箭头顶上方的树枝交错间 倒挂下半具血淋淋的尸体 也不知道是被什么野兽啃咬过 已经没了一条大腿 肚腹间也被撕开一道巨大的口子 长穿肚烂 内脏滴滴哒哒地流下来 涂满那张破碎变形的脸 尸体的一只眼球半旋在空中 空洞的眼眶正对着他 他一息听见自己惊叫一声 眼前一哗 有什么东西自上方之夜间飞速掠过 在他反应过来之前 已经身上一重天旋地转 背部烧着的疼痛 让他意识到自己是被扑倒在地的 头顶上方是野兽粗重的喘息 一呼一息之间 浓烈的血腥气喷在他脸上 夏琳瞪大眼睛 惊恐地盯着那张近在咫尺的脸 是花豹 一头目露凶光 浑身浴血的花豹 此时的他 正用粗短有力的前肢 按住夏琳的肩膀 全身的重量扇一般地压住他 被几威威攻起 低头 张嘴就朝他的咽喉咬去 那一瞬间 夏琳心里的唯一念头是完了 没想到重生才没多久 就要命丧于一头花豹之手 也算是一种奇特的死法 他好不甘心 自由生活才刚开始 怎么能就这样死去 下意识地挣扎 他只觉得肩膀一阵剧痛 想来是被他抓伤 再也动弹不得半分 夏琳眼睁睁地 看着他的血盆大口逼近 闭目带死 电光火石的刹那 一个男人的声音传来 二毛 并不想 被夏琳来说 却宛如天籁 那头花豹的动作 生伤地停止了 他白森森的牙齿 自夏琳咽喉 褪开极蓄 琥珀色的眼瞳 冷冰冰地与他对视 那沉重的躯体 依旧压在他的身上 前兆死死踏住他的伤口 痛得他闷哼一声 他低吼一声 威胁地甩了甩尾巴 夏琳浑身僵硬 再也发不出 一丝一毫的声音 不远处 那个男人的声音又传来 带着几分慵懒 抱歉 二毛今天的心情不好 你又恰好闯进他的地盘 原来这头花豹 是有人养的 名字叫二毛 他低头 用琥珀色的眼瞳 注视着夏琳 带着野兽特有的无稽质感 仿佛在看一盘 毫无生机的食物 距离太近 夏琳甚至能清晰看见 他嘴边残留的人肉碎屑 想起倒挂在树上的 那半具尸体 他只觉得胃里一阵抽搐 男人的声音不疾不徐 你是谁 怎么会在这里 他并不叫二毛放开他 那头畜生就扔压在他身上 隔着薄薄的外衣 夏琳能感觉到 他紧贴着他的庞大身躯 还有呼吸间腹部的起伏 他的喉咙里发出寒混的 似是威胁又似是不耐的咕噜声 让他毫不怀疑 只要稍有不顺从 等待他的就是可怖的末日 可他说不出话来 巨大的惊吓 夺走了他的语言能力 张了张嘴 却发不出丝毫声音 男人等了片刻轻笑一声 二毛 你吓坏我们的客人了 他命令他放开他 那畜生听话的退开 夏琳只觉得身上一清 人已经重获自由 浑身上下沾满了人血 还有几次灵星的碎肉血 腥臭而腐败的味道扑面来 他翻身从地上爬起 也不知是下的还是熏的 扶着树就是一阵翻江倒海的干藕 出门前没吃什么东西 此时吐的近乎脱离也只有酸水 胃里一阵阵脚痛 他用手按住腹部 弯下腰艰难喘息 那个男人的声音又传来 二毛平时不吃人 你不用怕成这样 平时不吃人 那他看到的是什么 夏琳竭力不去想 不远处的树枝上 伤伤水水的尸体 竭力平静了一下情绪 这才有功夫转头看向话音传来的方向 那是一个极其漂亮的男人 约是混血儿 面孔融合了东方人的俊矣 和西方人雕塑般的深刻 他的肌肤是很健康的小麦色 眼眸在林间清澈阳光的阴沉下 呈现出一种让人迷醉的深墨绿色 四肢羞肠而云衬 微长的衣经露出恰到好处的肌肉 看似闲似的已坐在树下 却有一种仿佛能随时抱起伤人的危险感 夏琳看着他 谨慎地往后退了一步 他笑了 露出一口白牙 我也不吃人 事实上 我受伤了 他说着 无辜对摊了摊手 他这才注意到 他的腰上缠着厚厚的布条 浸出暗色的血来 那头花豹在他身边烦躁不安地走了几步 他伸手拍拍他的头 似是安抚 你叫什么名字 他再次问他 叶星灵 他爆出这辈子的名字 下面MV拍摄组的 你又是谁 他反问 他又笑起来 那双隐人沉醉的深墨绿色眼眸里 现在是我在问你话 懂吗 那花豹冲他嘀嘀地咆哮了一声 于是他懂了 我是天意训练营的练习生 夏琳认命地说 这次跟着谭英一起来拍MV的 他露出一个满意的表情 随手揉了揉花豹后颈的疯软皮毛 谭英也来了 倒是运气不错 说着问他 你有他的电话吗 借手机来用一下 夏琳万分不想见 奈何形势比人强 只好掏出手机扔了过去 他单手接住 拨通了后码 喂 谭英妖 我不是叶星灵 我是你老板 好吧 他总算知道了他是谁 天意的大老板利雷 传说中那个冷酷凶暴的黑社会 利家敌孙 只是 夏琳侧头望了一眼 正在打电话的他 那低沉慵懒的声音 断断续续传入耳机 我在山里受了伤 快来 什么 等等 你老板都快要死了 不不 别带魏韶来 我可不想领教那个洁品男的毒使了 他一边打电话 一边换了个舒服的姿势 声音里 还带着点撒娇和委屈 那一刻 夏琳简直觉得不忍直视 这就是传说中的黑社会 说好的冷酷和凶暴呢 还没等夏琳金压完 利雷已经挂了电话 将手机还给他 他默默望着上头斑驳的血迹 也不知是他伤处的 还是蹭着花豹身上的湿血 强忍住将他摔出去的冲动 他在心里盘算着 回去以后该换一步了 谭音来得很快 还带来了一整队的人马 都是些生面孔 不像是摄制组的人 夏琳猜 大约是这座山里原有的工作人员 他们沉默 而迅速地架起担架 将利雷放上去 有条不稳 显示训练有素 忙碌间隐隐听见谭音交集的声音 怎么样 要不要紧 枪伤 避开了要害 死不了 利雷的语气懒洋洋的 却有一种奇异的安抚人心的力量 谭音 你让人检查一下附近 看还有没有别的杀手 树上那具尸体不用看了 留给二毛当晚餐 另外 他说着 侧头看了夏琳一眼 那边那个小美人也受伤了 叫人处理下 谭音一桩桩硬了 也看夏琳一眼吩咐下去 给他一个担架 跟我们一起走 从头至尾 没有人对他说一个字 更没有人征询他的意见 问他一生疼不疼 愿不愿意一起走 如果是上辈子 夏琳早翻脸了 可今时不比往昔 离开了裴子恒的庇佑 他的身上不再有任何光环 必须学着习惯一个小人物的生活 索性在遇见裴子恒以前 他也曾在孤儿院中苦熬过十二年 宝尝人情冷暖 如今只当重视那份平淡与岌岌无名 也许这样的他 才是原本应有的模样 顺从地上了担架 随他们来到山顶的建筑群 他们将夏琳安顿在客房里 有专职医生来替他看了伤 敷药包扎完毕 只是些皮肉伤 没有触及筋骨 好好休养几天 别碰水 别吃辛辣食物 很快就能好了 医生这样对他说 夏琳微笑汗手 却在医生走后的第一时间 转身进了浴室 拧开花洒 往浴缸中注入半缸水 然后他尽可能多地 将身体浸入其中 洁净温暖的水流包围了他 随水气一起阴晕开的 还有他身上挥之不去的淡淡血腥 夏琳吃力地用左手清洁身体 小心避开右肩的伤口 然而血腥味仿佛越来越浓 一阵阵地直冲鼻腔 那头花豹扑住他的画面 在脑海中不断闪现 恍惚间 又变成一头巨大又凶猛的鳌犬 半人多高 浑身的皮毛乌黑发亮 他也曾试图攻击他 沉重的躯体 一次又一次向他扑去 在裴子恒内撞与世隔绝的别墅里 黑暗的地下室中 他拼命地躲避那翱犬 发了风一样拍门呼救 可是球门紧闭 没有任何人对他施以援手 那是他一生中经历的最恐怖的一天 至今想起 依然浑身不住发抖 在那天之前 他对裴子恒并不迅顺 就算已经被软禁在别墅里 可依然和他吵闹 违抗他的每一个指令 他总说 小玲 总有一天 我会对你耐心耗尽 那天终于来临 在他28岁的生日 清晨 他摘了一束艳红色的玫瑰花 放在他床边 然后俯身低头去触碰他的唇 夏玲极力躲闪他的唇 无奈下巴被钳住 双手反烤在床头 直眼睁睁地看着那张俊脸越烤越近 带着红酒与柠檬香气的霜 唇擒住他的 他狠狠咬了它 血腥的味道在唇齿间蔓延开来 他放开它 眼神中有转瞬即逝的惊木 他破口大骂 滚开 你这个畜生 他阴沉地看着它 眼神冷得可怕 可随即就用手随意抹了下唇间的血迹 畜生 那我就让你见识一下 什么才是真正的畜生 他被他从卧室中拖出来 丢进一间地下室 门喷的一声被关上 繁琐 地下室里很黑暗 只能隐隐绰绰地看见一点事物的轮廓 他听见一阵疯狂的犬吠声 一头巨大的阴影 朝他扑了过来 他失声惊叫 亮呛地朝墙角退去 直到那阴影 不知撞到了什么东西上 发出哐郎一声巨响 他才发现 地下室中间有一道铁栅栏 隔开了他和那巨大的阴影 他从小就怕狗 更别提这种纯种凹犬 裴子恒为了防止他逃跑 特意养了十几头这样的凹犬 在别墅周围 可他没想到 还能派上这样的用场 他被关了整整一夜 黑暗里只有那头凹犬的狂吠 以及不断冲击铁栅栏 试图扑咬他的声音 他怕急 用世界上最恶毒的语言 咒骂裴子恒 又用最卑微的姿态祈求他 最后他叫哑了嗓子 在墙角蜷缩颤抖 如一团筛糠 就连神志都恍惚 他不知道裴子恒是什么时候 打开地下室的门大 只听见他居高临下的声音 还想见识一下畜生吗 他颤着嘴唇说不出话来 他的脚停在他面前 认个错 我就带你走 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认的错 依稀记得 他俯身把他抱起来 带回了原本的卧室 那间卧室也是个求是 到处都有摄像头镣铐 戒备森严 可那明亮的光线 柔软的床铺 让他找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全感 他瘫软在床上昏睡过去 他发了一礼拜的高烧 不断地做噩梦 梦里是熬犬猙獰的模样 定狱后 他温讯地浮在裴子恒怀里 不再反抗 承受他一切的拥抱与略战 就好像他还是曾经的那个夏琳 深爱着他 把他是坐天地间唯一的神器 回忆渐渐散去 浴缸里的水缓缓流淌 不知何时慢上来 温暖的水流 淹过了夏琳的全身 也弄湿了他又坚触的伤口 他视线一片模糊 眼中全是水 嘴边有咸色的味道 他紧紧抓着毛巾 拼命擦拭着自己的身体 想要弄掉身上无尽的血腥 还有野兽的气息 可一直擦到皮肤疼痛发红 那些味道依旧徘徊不去 终于他把毛巾丢在浴缸里 全起身体抱紧自己 耳边是流水缠缠 似一首温柔哀伤的歌曲 仿佛在轻轻诉说着 如果时光能倒流该有多好 让他回到十二岁那年 鸳尾花盛开的夏天 对那个男人伸出来的手说不 让一切开始和结束 在那个最美的瞬间 如果那样 该有 多好 后来意识恢复的时候 是在床上 装饰雅致的天花板 有美玲珑的水晶吊灯 还有松软柔和的被褥 耳边有人大声叫着什么 夏琳费了好大的力气 才终于听清 夜心里你找死吗 洗个澡都能在浴室里昏过去 还把伤口泡在温水里 要不是工作人员来给你送餐 发现得早 光是这失血量就能杀死你 吼人的是谭音 气急败坏的脸 夏琳花了一点点时间 才想起来自己目前的处境 张了张嘴想要说什么 已经被旁边的人止住 叶小姐 你现在失血过多 最好不要说话 要静养 他这才觉得头脑浑浑沉沉的 浑身软绵绵没有半分力气 看来是真的失血过多 于是他乖乖闭了嘴 谭音守着人给他换了吊针 待人都离开 才坐在床边对他说 夜心灵 你可真会给我找事 所有训练生 明天就开拔回城了 骗你在这时候出幺蛾子 好死不死的受了伤 夏琳安静看他不说话 虽然眼下这大出血 是他自己泡澡泡出来的 但归根结底 是因为被利雷养的那头畜生抓了 又不是他愿意受伤 他怎么不去怪利雷 不过想来 他也不会去找老板麻烦 这事他忍 谭音自故自说下去 你这伤势肯定是走不了了 我已经和Boss打过招呼 这段时间 你就留在这里养伤 等情况好转以后 自己回训练营去 他顿了顿又补充 Boss也会在这里休养一段时间 你最好少出去晃悠 别打扰他 他懂了 前面那些交代都是假 最后那句别打扰利雷大Boss 才是真的 不过他就算不说 他也不会出去晃悠的 有那头花抱在 他吃撑了才去找事 夏琳乖乖地点了点头 谭音露出满意的表情 继续交代 还有 关于今天的这些事 不该问的你别问 本国段时间回训练营了 不该说的也别说 懂吗 他懂 黑社会吗 总有这样那样的秘密 现在想来 关于利雷的背景 圈内也并非人尽皆知 当初夏琳会知道他和那个 据说是恶名昭彰的黑道利家有关系 也是因为无意中 听裴子恒说起的 当时裴子恒还说 这天意低调得很 从不刻意张扬背后的靠山 如果不是特意去查 根本就不可能知道 那么 以他如今一个小小的普通练习生身份 暗里是不会知道这些的 也难怪谭音会叮嘱 一般人见着之前那阵仗 都会意识到不正常 夏琳看着谭音费地的开口 你放心 我这人没什么好奇心 谭音笑得有些争鸣 有好奇心也没关系 有一种人是永远也开不了口的 恐吓 这绝对是赤裸裸的恐吓 夏琳皱皱眉 语气中带了几分厌烦 谭总你放心 我还不想死 顿了顿 我累了想要休息 你该走了 谭音眯起眼睛看他 半晌说道 夜心灵 我发现越来越看不懂你了 该说你是神经粗呢 还是傻大胆 不过这总比送了命要好 他说着拍拍手起身 那我就走了 你要是有事就打我电话 另外 如果在这边有什么需要 可以直接找工作人员 夏琳目送他离去 灵离开前 他还细心地替他把门带上 房间里静下来 他调暗了灯光 躺在被子里沉沉睡去 养伤的日子开始了 这座山中 岁月很宁静 有一种令人心醉的悠长和安闲 每天的清晨 夏琳会泡一壶果茶 在客房二楼的露台上读几页书 有时会发发呆 让长久以来充斥着繁杂思绪的头脑 放松下来 利雷始终没有出现 事实上 除了清洁和送餐的工作人员 夏琳只见过一次其他人 那是这片山庄的管家 奉了利雷的命令 给他送来一大树木芙蓉 那是一种会变色的花 清晨是淡雅的白 午后转为拙劣的红 娇艳舞媚赏心悦目 管家说 这是Boss对他受伤一事表示歉意 夏琳有些不以为然 吃了那么大的苦头 他就用一束花敷衍了事 不过转念一想 人家也没赖药费 主动给治了不说 还供他在这偌大山庄的贵宾房 白吃白住 也算人至义尽 他现在住的地方 是真正意义上的贵宾房 不同于之前拍摄MV时 半山腰那种 大约是给随行下人住的客房 这里处处透着讲究雅致 厚实松软的地毯 踩下去能没入脚踝 转脚出的小巴 台里摆着各式明酒 场景时的天花板与墙面 能变换各种光影效果 配合渲染的 无比自然的香氛与音效 星空海洋沙漠 看得出来 这里的主人是个 很懂得享受生活的人 连带着他 也过了几天舒服日子 不可否认 适度的享受 能让人身心愉悦 可也仅仅只是几天 夏琳便有些闲不住了 无所事事不是她的习惯 人活于是总要做点什么 想起重生以来 大多时间都是用来练舞 如今舞姿已经和身体契合 歌声总不能落下才好 毕竟 虽曾涉足许多领域 但从根本事而言 他首先是一名歌手 今生的他与前世的嗓音 截然不同 这是上天赐予的天赋 非人力所能改变 前世的他音色动人 音域极广 无论是唱高音 还是低音都毫不费力 对其他歌手来说 难度非常高的旋律 到了他这里 也变得轻而易举 夏琳有些哀伤的想 也许这就是 当初裴子恒 从孤儿院选中他的原因 不但有一张出众的容颜 还有一副得天独厚的好嗓音 也许裴子恒从一开始 要的就只是一个完美艺人 而他恰巧符合他的条件而已 这辈子的他 看上去平凡了许多 不但容貌失去了经验 只能算清秀 就连音域也狭窄了不少 上辈子能轻而易举 唱上去的旋律 这辈子要多费很多功夫 不过 先天不足 也并非不可用后天弥补 无非比别人 付出更多的心血和努力 说到底 音乐是从心底流淌出的声音 存在于每个人的灵魂深处 就像静卧于溪流中的石子 尽管姿态各异 但只要用足够的耐心 去雕琢打磨 每一块都能散发出独特的光彩 而他要做的 是找到适合这辈子的发声方法 接下来的日子里 他试着去唱前世的歌 果然有许多迂回转折的地方 力不从心 他把这些地方 一一记录下来整理归类 分出哪些是练习之后 可以克服的问题 哪些是天赋差异无可避免 哪些又是不适合如今的音色 需要改进 在针对不同状况进行处理 他的目的并非是翻唱这些曲子 而是通过这样的修正 熟悉和完善今生的嗓音 随着问题不断解决 这些曲子 也被他改得面目全非 渐渐重组起来 呈现出一种别样的风情 熟悉又陌生 让他惊喜又着迷 这一天 夏琳靠在露台的扶手边 唱一首前世很爱的歌 陈坛香染红秀 长情在首 为你奏一曲圣事繁华 马蹄踏碎桃花 白骨血沾黄沙 剑门关 永定河 谁的天下 古运幽远 气焰中带着凛冽杀意 正是华丽的炫技 前世喜欢他 太半是因为先有人唱得完整 不可否认 有一阵子他喜欢看那些 极恨他的艺人 咬牙切齿的脸 那时候 他们总说 他不过是仗着天生一副好嗓音 如今好嗓音没了 夏琳试着换了许多唱法 又调整旋律 一点一点地 把这首难以驾驭的歌掌握在手中 直到流畅呈现 从头唱了一遍 心满意足 漠然间 不知哪里响起掌声 夏琳猝不及防 被吓了一大跳 手边的一叠稿纸飘下去 散落在楼下的草木之间 他低头 见两个男人 站在一株凤凰花树下 是利雷和魏韶音 正仰了头看他 还小美人 利雷一手插在裤带里 另一只手 有些轻挑地向他挥了挥 今天的他 看上去长身玉立 丝毫不像受伤的样子 想来伤口 应该好了许多 身上穿一席 质感细腻的丝断衬衫 月光一般优雅的白 井口处 绣了暗色花纹 此时微微敞着 露出里面 小麦色性感匀称的胸肌来 明明是很难驾驭的 着装风格 被他这样随意传来 却没有丝毫为何感 相反 简直令人怦然心动 夏琳不禁想 这样的人 如果去当艺人 单凭外形 便能大红大紫 心中念头转了几转 表面上却只平静看他 我叫叶兴灵 好吧 叶兴灵 他从善如流地改了称呼 你刚才唱的是什么歌 真好听 夏琳的 冉琴香 他说 这首歌名气极大 服役推出 就囊括当年三个权威奖项 很是流行过一段时间 到如今 也被奉为经典 可他居然不识的 这首歌你都不知道 怎么开娱乐公司的 鞋刺礼 传来为韶音 带着些微计较的声音 他与利雷一样 也穿白衬衫 不同的是 他是全然肃静的白 简洁至极 还纹丝不乱地把扣子 一直扣到最后一刻 严谨完美 无可挑剔 夏琳有些惊讶 天忆的员工 原来可以这样对老板说话 以前在帝皇 裴子恒绝对是说一不二的主 霸道威严不可侵犯 以至于从来没有员工 敢摆出这样的语气 他不禁看了利雷一眼 利雷看起来 并不把这小小的冒犯 放在心上 好脾气的笑笑 所以才需要你这样的精英作证呀 阿卫 又偏头想了想 不过被你们这么一说 我还真觉得在哪里听过 等等 之前听过的调子 和这次不太一样 不能怪我认不出 魏韶音微微挑眉 总算你还知道 他弯腰时期 我散落在地上的曲谱 随手翻了翻 脸上露出一丝亚意来 这些都是你改的 叶星灵 是 都是夏琳的歌 想不到你对他这么有研究 魏韶音的目光里 多了几分研判 我是夏琳的粉丝 夏琳淡淡地说 上次陆涛应安给他的身份 还真好用 魏韶音笑了 夏琳的歌不适合你的音质 不过被你这么一改 倒也别有韵味 过奖 他礼节性地敷衍一句 魏韶音毫不在意 他语气里的冷淡 扬了扬手中的曲谱 借我回去看看 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 夏琳做了个请编的手势 魏韶音向利雷打个招呼 拿着曲谱 匆匆就走了 夏琳望着他的背影响 之前听业界传闻说 他是个工作狂 看来果然没错 那株繁茂的凤凰花树下 只剩了利雷一人 夏琳扶着二楼露台的栏杆看他 他与他对视片刻 扬起一抹慵懒的笑 之前让管家送来的慕芙蓉 还喜欢骂 他想起房间里的那树花 很漂亮 谢谢 于是他的笑容深了些 一时就有些无话 夏琳不欲与他有所瓜葛 欠了欠身想要离开 他却叫住他 等一下 叶星灵 Boss大人还有事吗 他站住脚回声问 明媚的秋光中 他协议着那株 灌溉如云的凤凰花树 金色澄澈的阳光 洒在他的脸上 随着笑容炼炼明炼 有一种捉摸不定的诱惑 他说 我本来是约了阿卫一起吃午餐的 抄近路走了你这里 听见你在唱歌 就停下来欣赏了一会儿 可谁知道 你却把他拐跑了 这怎么怪得了他 魏韶英自己要借他的曲谱去研究 他只是一个混在公司底层的小小练习生 难道还能阻止公司的首席制作人不成 利雷自顾自说下去 所以 不如你陪我共进午餐 嗯 夏琳有些惊讶 意外于这个邀约 一个人吃饭很无聊 他说着又笑起来 很好吃的大餐哦 不骗你 抱歉Boss 我的伤还没好 需要静养 请恕我无法奉陪 您还是找别人吧 他尽量礼貌地拒绝 是他觉得一个人吃饭无聊 又不是他 相反 他还挺喜欢独自一人待在这里的 有那么多的声调要练 谁耐烦去应酬大老板 利雷的眼中似有一闪而过的意外 大约是没想到有人会拒绝他 也对 夏琳想 他是黑道立家的掌房嫡孙 又是天意的大老板 天之骄子 向来被人驱奉惯了 便以为不管说什么旁人 都会无条件遵从 他太了解这些有钱人 都一样的毛病 可仅仅只是短短的一瞬间 利雷便恢复了懒散的笑容 相请不如偶遇 身为客人 你不打算给主人这个面子吗 夏琳威威错了下眉 察觉到他话里隐隐的威压 话都说到了这个份上 他再不去显然是不识抬举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他在心里叹口气 无奈只能应了 转身就想下楼去应约 可是忽然又想起什么 重新回到扶栏旁 警惕地向楼下望了几眼 利雷一眼看穿他的心思 二毛不在 他轻轻输一口气放松下来 还好那头花豹不在 否则的话 就算冒着得罪大boss的风险 这顿饭他也万万不会去吃 他对利雷说 请稍等 我换件衣服就下来 山里的天气有些凉 夏琳从衣橱里 挑出一条浅压麻色的长裙 又披了件薄外衣 收拾妥当这才下楼 见到利雷时 他没有丝毫不耐烦 反倒打亮了他一眼 忧生的墨绿色眼眸里 流露出些许赞赏 这条长裙很衬你 谢谢 他说近距离看利雷 比远观更俊美些 一双狭长的眼睛微微上挑 薄唇轻敏 勤了一丝若有似无的笑 他的颈尖用猪练 穿着两块士兵牌 不知是什么材质的 泛着淡淡的金属光泽 映着他微深的肤色 有一种仿佛 与生俱来的野性之美 有一段时间 圈内很流行 用士兵牌当装饰 可戴得如此契合的 他算是独一无二 利雷站直了身体 顶着夏琳向前走去 口中闲聊 你很怕二毛 夏琳沉默了片刻 除了怕 还有憎恶 自从被胚子恒那样对待后 不止凹犬 一切体型类似的猛兽 都让他退避三射 尤其是这头花豹 还抓伤过他 但这些话 不能对利雷说 他只道 触 野兽终究是野兽 本想说触上 看在他是大boss的份上 生生改了口 利雷不以为意 很多时候 他们比人忠诚得多 看得出来那头花豹 对他确实很好 虽然没人告诉他 但从上次偶遇时的情形看来 他猜 应该是有杀手 袭击了利雷 然后被花豹扑杀 他受伤时 那头花豹是那样烦躁不安 分明担心又焦急 所以说 在这个话题上 他们永远也不会有共同语言 他于是轻描淡写地问 午餐准备的是什么 利雷看他一眼微微一笑 也换了话题 等到了你就知道了 夏琳本来对午餐 没有太大期待的 却被他的卖棺子 勾起了好奇心 跟着他掩取折山路 行走许久 前方花木眼印下 一座精致渡口 赫然在目 水边一方小小木筏 除了撑高的船夫 只容两人落座 利雷率先踏上去 接着绅士地伸出手来 打算扶他 夏琳微微侧身避开他 我自己能行 他轻轻挑眉 无比自然地收回手 仿佛什么拒绝都没发生过 他不由佩服他的好涵养 当大boss的 能这样给底层小员工的面子 确实不容易 一边想着他 一边轻盈地踏上木筏 平衡性极好 甚至没有激起木筏 最轻微的晃动 微微提起裙摆落座 抬起头来 正对上他微带笑意的眼 谭音选人的眼光不错 他说 嗯 他有些愣着 这话题换得未免太快 利雷说 练过很长时间的舞吧 看着不像一两年级的练习声 他心中一礼 没想到他的眼光这么老了 这个明明连 染情香 这么有名的曲子 都听不出来的人 怎么一眼就能看穿 他练过很长时间的舞 他自争俱拙地回答 小时候就喜欢跳舞 家里送我去少儿舞蹈班 从小就练着 他微微一笑 没再说什么 他心中却总有一丝不安 生怕他看出来什么 试探着问 您对舞蹈很有研究 研究谈不上 他有些漫不经心地回答 前几天阿卫舌疼 你们这帮小孩子 我远远看了几眼 其他人和你的水平 不在一条线上 原来是对比出来的 夏琳心中烧安 过奖了 不过 你们这帮小孩子怎么回事 他看利雷一眼 也不过二十四五的年纪 真要算起来 比上辈子的他 还小这些呢 利雷对他的想法 毫无察觉 使唤了逝者上菜 穿着清一色制服的逝者们 捧了烤旧的木质托盘 悄无声息地 为他们奉上一道道佳肴 夏琳安静地看着 果然很丰盛 装在精美 甜白瓷盘里的清蒸芦鱼 自然烤肉 龙井虾仁 玉米松子等等 色泽鲜嫩嫩香气息人 光是看着 就让人食指大动 胃口大开 他十分绅士地替他针酒 玫瑰般的色泽 在琥珀杯中流光烈焰 盈盈有香气萦绕 这是山庄自酿的江国酒 他说 尝尝看 很开胃的 他浅尝一口 果然是好酒 入口微温 甜面中 带着细致优微的香醇变化 余韵无穷 上辈子 他跟在裴子恒身边 也算是见识过不少酒 此时此刻他敢断定 这酒并不像他说的那样 轻描淡写 就算是山庄自酿 也必定出自明家之手 来历非凡 可他绝口不提 没有丝毫炫耀的意思 夏琳不由多看了他一眼 莫名生出些许好感 称高人轻轻滑动 手中逐高 木筏顺水漂流 在青山绿水间缓缓穿行 一路上利雷随意与他闲聊 不知不觉间 木筏已转过许多曲折河湾 两岸青山紧致变幻 远远近近 已望不到巫舍和人烟 利雷告诉他 这条河叫长相思河 婉转回旋 流经附近的好几座山峰 如今他们早已不在原先的那座山中 他包开一半橙子递给他 吃完餐后水果 再休息一会 就能到另一个渡口了 我们从那里换缆车回山庄 你可以看到半山腰的玉镜湖 还有野天鹅群 雨中含笑 十足一个称职的主人 虽然夏琳觉得 吃顿饭还漫山遍野地绕一圈 实在有些费周章 但前世一年多的囚禁生活 再加上今生鲜少外出的练习圣日子 实在太闷 不觉对他口中的野天鹅群充满期待 可惜 天不遂人怨 倾盆大雨落下来的时候 他们都猝不及防 被狠狠淋了一身一脸 利雷用双臂护住腹部伤口 还不忘指挥称高人 老陈 你快找找附近有什么避雨的地方 称高人大声硬了 一杆竹高辉的行云流水 小小木筏默然提速 平稳又娴熟地弯过九区十八万 来到一处隐秘的山洞前 利雷率先上了岸 又伸出手来扶他 这一次 夏琳没有拒绝他 主要是肩上美好拳的伤口 被雨淋 痛得实在厉害 整只手臂都抬不起来 没有办法保持平衡 利雷半拖半拽地把他弄上岸 他狼狈不堪 站立不稳 一下子被他卷入怀里 利雷的胸膛很硬实 简直像是铁柱的 撞得他鼻尖生疼 夏琳一时慌乱 震了几下才站稳 他松开手 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与大地华 可不是逞能的时候 他狼狈地捂着鼻尖不说话 不知是不是错觉 他总觉得他的话里 一有所指 莫非是对他先前的拒绝 耿耿于怀 然而只是一个瞬间 他便丢下他转身朝里走去 步伐稳定 完全看不出受伤未遇的样子 夏琳很惊讶 不会吧 他是枪伤 怎么也得比他重 如今他还疼得死去活来呢 他倒像没事人一样 称高仁此时挺好目法 也上岸 看见夏琳他客气地说 小姐 你也到里面去吧 洞口风大容易着凉 有我一个人守在这里就够了 夏琳点点头 朝利雷之前离开的方向走去 山洞不算深 却弯成一道半圆环形 他转到最里头 寻见利雷时 已经看不到外面的称高仁了 此时的利雷已经脱了外衣 露出上半身 肌肉匀称紧视 他注意到他的腰间缠着纱布 上头隐隐渗出血来 显然是伤口还没好全 看他之前若无其事的样子 还真看不出来 除此之外 他的身上还纵横交错着许多就伤痕 身身浅浅大小不一 其中不少都争鸣可怖 有一道甚至从左肩罐穿至右腰 看上去简直要把人劈成两半 他不禁想 也不知他当年是怎么伤成这样的 到底有过什么样的经历 一边想着他一边继续往前 脚步很轻 在风雨声中并不明显 可就在他即将接近他的一瞬间 他就察觉到了 墨地抬起头来 狭长的灰绿色眼眸中 爆出利人般的寒光 夏琳心中本能的异景 被他目光锁定的刹那 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 扼住他的咽喉 令他浑身僵硬动弹不得 冰冷的气场有弱实质 那是杀气 然而电光火时间 他已收回目光 恢复了惯常慵懒的微笑 是你啊 夜心灵 把衣服脱了 过来烤火 这种天气很容易生病的 他轻轻淤一口气 不然他以为是谁 平复了一下快得不正常的心跳 夏琳心想 统共见过他两回 就被惊吓了两回 和黑社会待在一起 真没安全感 小心翼翼地靠了过去 再离他最远的对面坐下 他不知从哪里找来的木柴 手法娴熟地生着火 嘴里对他说 山里天气多变 老陈他们在这里待得久了 对能避雨的地方都很熟 这个山洞是踩过点的 很安全 你放心 他有什么不放心的 来拍外景的第一天 谭英就说过远近的几座山里 都没有猛兽 更何况 自从上次利雷受伤以后 听管家说整座山都戒严了 之前木筏一路过来 明里暗里 也不知看到了多少守卫 要说不放心 也是他不放心才是 刚刚看他的那个眼神 攻击性实在太明显 温暖的橙红色火苗 跃动起来 他把手放上去烤火 有些奇怪的问 哪里来的木柴 山洞里常年会备着 以防有人在野外落单时急需 利雷说 等我们回去后 老陈会补充一批新的进来 哦 还有干粮 还用下巴 朝不远处堆着的压缩饼干 示意了下 他们刚刚用过午餐 都不饿 也就没去动他 利雷半眯着眼睛看他烤火 目光忽然变得有些幽暗 他敏感地察觉到他的变化 低头 这才发现自己浑身 已经被雨胶的湿透了 原本就有些薄的压麻长裙 和钩花外衫贴在身上 勾勒出他凹凸有质的身材 就连衣裙下的肌肤也若隐若现 隐缘瑕思 他已经本能地用手护住了胸口 他嘀嘀地笑了一声 笑声暧昧 惹得他冷冷地瞪了他一眼 双手将胸口护得更紧了些 别这么戒备 小美人 他姿态随意地坐在火堆边 不再看他 只专心地烤着自己被雨淋湿的衬衫 那衬衫是真丝的料子 在他手法娴熟的烘烤下 很快就干了 他随手将衬衫抛给他 拿去 把身上的湿衣服都换下来 夏琳没想到他会这样好心 一时有些震愣 发什么呆呢 他似笑非笑地说 还是你喜欢就这样扮过在我面前 无耻 你全家都 他本来想骂他全家都扮过 却默然看见 火光映照下 他肌肉匀称的上半身 不由红了脸 抓着衬衫走开了 身后传来他愉悦的笑声 夏琳一边生着闷气 一边背对着他换衣服 勾花外衫很快被脱下 然而 手指处积到那里的连衣裙时 却犹豫了下没有去解开 里面那件可以一起脱掉的 他懒洋洋地说 我个子比你高 衬衫足够长 你不必担心风光外现 他说的没错 这件真丝衬衫正好到他大腿中部 不必担心走光问题 只是 上辈子他曾被裴子恒囚禁整整一年 在那一年里 他几乎没有穿过一件完整像样的衣物 以至于现在 对衣衫不全这种事极为恐惧和排斥 在男人面前尤其如此 夏琳压住声音里的干涩 不用了 就这样挺好 利雷若有所思地看了他一眼 他是利家的嫡孙 从小含着金汤池长大 二十多年来想要巴结他 爬他床的女人不知道有多少 各种手段都使劲了 然而从没有人像他这样 明明已经被大雨浇湿全身了 引诱他的机会就在眼前 却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 唯恐被他占了半分便宜 真是有趣 他的唇角微微翘起一个不易察觉的弧度 也不再劝 夏琳只觉得肩上的伤口 一阵阵抽痛 半条手臂酸软无力 几乎举不起来 他艰难地穿上他干燥的衬衫 扣好每一颗扣子 又脱着湿淋淋的连衣裙 重新凑回火堆 温暖的火光跃动 趁着他俊美的容颜明明烈灭 他客气地对他说 谢谢 他侧头打亮他片刻 忽然勾勾手 过来 他茫然 什么 过来 他的语气中明明带着笑意 却又隐隐带着不容抗拒的威压 那是久居上位之人才有的冷硬和霸道 夏琳想了想 不愿意与他起冲突 便带着几分疑惑走到他身边 他说 坐下 他坐下来 还没有反应过来怎么回事 已经被他拉入怀里 你干什么 他不禁大惊失色 本能地伸手推他 这个人 这个人怎么可以这么流氓 一只手揽在他的腰上 另一只手 竟然在卸他的衬衫扣子 乖 别动 他语气闲适 轻易镇压下他所有的挣扎 将他双手反减到身后 揽过他腰身的那条手臂 同时扣住了他两只手腕 铁一样的力道传来 让他丝毫动弹不得 利雷 你放开我 夏琳愤怒至极 抬头瞪他 他低头与他对视 绿眸幽深 仿佛一红不见底的潭水 不可捉摸 难以揣测 从他的瞳孔中 他只能看见苍白无措的自己 不知不觉 便安静下来 他慢条思理地笑了 与调轻柔 不要露出一副 快要被强的表情 我只是想帮你 重新扣一下扣子 你刚刚扣歪了 他说着 目光从他脸上 一路向下慢慢扫过 在他胸前一惊 被解开的地方 停了几秒 我承认 你的身材不错 长相也符合我的胃口 夏琳的身体 在瞬间变得僵硬 他立即感觉到了 安抚似的 拍了拍他的背 别害怕 我对强迫人没有兴趣 只是你这样畏惧我 实在让我有些伤心 他一边说话 一边重新替他扣衬衫扣子 带着热度的手指 在他身前不断游移 轻柔地扶在肌肤上 几乎让人站立 时间过得如此漫长 夏琳祈求上舱 让他快点玩事放开他 可越急就觉得 他的动作越慢 不由暗恨 他怎么扣个扣子 也能扣外 平白给了人可衬之机 又后悔 怎么就接了他的衬衫来穿 非亲非故的 他一个大老板会那么好心 仿佛过了一万年那么久 他终于扣好我颈尖 最后一粒扣子 略有些粗糙的拇指和食指 扶上他小巧的下巴 好了 声音低哑如同耳语 气息似羽毛般 扶过他的面颊 他只觉得身上一松 他已放开他 他忙不迭离开他的怀抱 下意识退到安全距离 长须一口气 有水滴落到眼睛里 一摸额头 全是冷汗 他依然随意地坐在火堆旁 单手之河看着他 我说过 你不用怕成这样 夏琳也知道自己有些反应过度 但不会有人了解 他曾在裴子恒的别墅中 遭遇过什么 时至今日 抗拒他人的触碰 已经成了他的本能 他低下头掩住眼中的异色 却听利雷的语气逾越起来 又二毛 不会吧 他也来了 夏琳下意识地望过去 只见一头体型健瘦的花豹 敲眉声息地站在不远处 浑身上下 披着优美的玫瑰斑纹 一双琥珀色的眼瞳 正静静地打量着他们 他应该是从暴雨里寻来 全身的皮毛都被淋得湿透 无数的水珠 顺着他强壮优雅的躯体往下流淌 在地上会成一小滩水蛙 夏琳只觉得全身的寒毛都竖起来了 近距离面对猛兽 绝对不是什么愉快的体验 偏偏利雷笑得越发明朗 朝那头花豹张开双臂 二毛 来 花豹微微偏头注视利雷片刻 似乎在检查主人身上 是否有什么心伤 然后满意地眯了眯眼睛 后退几步 一个助跑朝利雷扑了过去 哎哟 利雷被猛兽扑倒在地 声音里却依然是笑着的 二毛你脏死了 我身上才烤干的又湿了 别蹭 叫你别蹭 他与那花豹一起在地上打了几个滚 那花豹把脑袋埋在他怀里蹭来蹭去 他用手狠狠揉着他的皮毛 玩得不亦乐乎 夏琳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们 那头花豹 那 真的是花豹吗 怎么看怎么都觉得是一只大型宠物狗呢 就差没冲着主人咬尾巴了 他好像有些明白了 为什么这么凶浓的野兽会被取名叫二毛 这家伙撒起娇来 和那天吃人的样子 简直判若两爆 终于 那两个家伙在地上蹭够了水活泥 灰头土脸地回到火堆边 夏琳发现 利雷的伤口好像有些开裂 血腥的味道飘散开来 回荡在狭小的山洞中 他低头解开腰间的纱布 给自己重新处理伤口 那手法娴熟无比 简直比专业的医护人员还专业 二毛懒洋洋地趴在他旁边 硕大的脑袋搭在前掌上 半眯着眼睛似睡非睡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夏琳总觉得 他的视线一直没有离开过他 而对于自家主人身上传来的血腥味 他没有半点兴趣 看来 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 这家伙分得很轻 利雷眼睛也不眨的 把伤口周围的污血刮干净 那动作看得夏琳都觉得疼 他却偏若无其事 连眉头也没有皱一下 一边处理伤口 一边还安抚他 山里下暴雨 二毛只是担心我出事 所以才会找来 你不用怕他 你身上穿着我的衣服 他不会动你的 可是 他怎么觉得这话 一点说服力都没有 那花豹打亮他的眼神 可并不如何友好 让他有一种 随时会被他扑上来咬死的感觉 夏琳深吸一口气 顶着他的目光 鼓起勇气开口 Boss 我去动口透透气 利雷抬头看他一眼 又看看二毛 终于放弃 让这一人一报 和平共处的打算 算了 你去吧 他真不咬人 夏琳不为所动 欠身离开 洞口的老陈见他出来 倒并不惊讶 笑着说 小姐 快过来烤火 刚刚看见二毛进去了 我就猜您要出来 哦 他不解看他 老陈用枯枝拨弄着火堆 少爷养的这头豹子 是吃血食长大的 虽然平时不会无辜伤人 但总透着一股子野气 一般人见了都会怕的 老陈不算是天意公司的人 只是利家在这处山庄的私仆 所以不叫利雷Boss 只叫少爷 那你怕吗 左右无视 夏琳索性和老陈闲聊 意外的 老陈竟然摇摇头 原来是怕的 后来知道二毛救过好几次少爷的命 就不那么怕了 小姐 我和您说 这豹子有灵性 但凡有灵性的动物都不会胡来的 嗯 他有一搭没一搭地硬着 目光穿过火堆 望着洞外的榆木 心里想着 也难怪利雷看见那头花豹会笑得那么开心 那神色比面对他的时候 不知道柔和了多少 前世混了一辈子的演艺圈 这点眼历尽他还是有的 利雷面对他的时候 虽然举止体贴与戴道笑 但眼眸深处始终是淡淡的 可面对那头花豹时 表现出的温柔和亲密 却是实实在在发自内心 真是越混越回去了 好吧 在大Boss的眼中 他还不如一头花豹 洞外的雨熙熙粒粒地下着 烤了许久的火 身上渐渐有了暖意 夏琳把头靠在洞壁上打了一会儿盹 朦胧间也不知梦见了什么 睡得并不安稳 肩膀的伤口隐隐约约的疼 他在梦里辗转反侧 越来越难受 却始终不愿醒来 也不知过了多久 恍惚间似乎有人在叫他的名字 声音很温柔 机遇让人沉沦 他低声嘻喃 裴哥哥 梦中是裴子恒温柔俊雅的脸 那一年他还小 练舞用功太过发了高烧 偏偏家庭医生休假不在 凌晨两点 裴子恒抱他去医院 深夜的急诊室里 只有他们两人 他脱下自己的大衣裹着他 嘴里笨拙地哼着歌 那时候 夏琳嫌他唱歌不好听 嫌他把他当孩子哄 十二三岁的夏琳 皱着小眉头 让他不要唱了 认真地看着他说 裴哥哥 我很大了 不要把我当小孩子哄 那时候 他的妹妹夏宇 总是甜甜地叫他子恒哥哥 而他却从来只叫他裴哥哥 后来成了他的情人 也只叫他子恒 软软地撒娇这种事 他一直都做不来 于是后来就再也没听他唱过歌 可如今 他好想像那年一样 抓着裴子恒的袖子说 再给我唱首歌吧 朦胧间 好像真有什么声音响了起来 断断续续的 如他的记忆中一样笨拙和不好听 他却在这样的歌声中 渐渐安稳下来 一时模糊 沉入甜蜜的黑暗 醒来的时候 夏琳发现自己身在车厢内 车窗外夜幕低垂 道路两旁的树影纵横交错 擦着车身浮光略影般 飞驰过 车厢里很安静 昏黄的路灯 朦朦朦朦的照进来 映出抱着他的人 拉英俊的轮廓 势力雷 此时的他将他抱在腿上 双目微合 也不知是不是睡着了 他的头侧靠在后座上 鸭语般的睫毛 在眼瞼下方 投出一片浅淡的阴影 比白天少了几分灵力 多了些许柔和的味道 这真是个极好看的人 夏琳微微动了动身体 他立刻就察觉了 睁开眼睛看见他 笑了 这么快就醒了 感觉怎么样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深墨绿色的双眸 流光婉转 如同夜空中 迷迪的星辰 他这才发现 身上盖着厚实的毯子 额上附着热毛巾 却依然觉得浑身发了 张了张嘴 艰难地发出声音 嗓音却嘶哑地 连自己都差点认不出 我 怎么了 你发烧了 他语调轻快地回答 之前叫你把 湿掉的连衣裙脱了 你偏不听 淋了雨又还要逞能 活该遭这一回罪 他嘴里这么说着 手上的动作却没停 将他的头扶起来一些 拿了一杯水 凑到他的唇边 喝下去 他就着他的手 喝了几口水 居然是温的 也不知这车上 哪来的温水 他仿佛看出 他的疑惑说 你下午在山洞里 避雨的时候 就开始发烧了 整个人都不清醒 我只好叫老陈 联系山上的急救队 雨一停 就带了全套的 退烧用品来接你 谢谢 他哑着嗓子说 谢什么 我可是你boss 听谭音说 你还只是个 没出道的练习生 要是有个什么 三长两短 公司投下去的本钱 找谁收去 他语带笑意 他却听得一头黑线 感情他对他这么照顾 是打的这主意 有钱人真是混蛋 夏琳翻了个身 不想理他 他却依然叙叙叨叨 这就生气了 心眼可真小 我说小美人 刚才你昏睡的时候 可是使劲抓着 我的手不放 还非要我唱歌给你听 你都忘了 他心意紧 难道 之前在睡梦中 听到的歌声 不是错觉 不可思议地抬头看他 你 你唱歌给我听 他的唇角 勾起一抹漂亮的笑 是啊 不唱你就不放手 还睡得不踏实 翻来覆去说梦话 一身的冷汗 他说 后来我只好抱着你哄 唱了好多首歌 把我这辈子 会唱的歌都唱完了 才终于把你这小祖宗 哄睡过去了 利雷说着又嘲笑他 小美人 你可真难伺候 夏琳真不明白 这辈子的他 虽然长得还算清秀 可也仅仅是看得过去而已 不要说和上辈子那个 见者惊艳的角色美人比了 就算和娱乐圈的其他明星比 他如今这容貌也不算有多出众 怎么他惊一口一个小美人的 叫得那么顺 然而 现在的他已经顾不上追究 关于称呼的问题了 只急急地问他 我都说了些什么梦话 依稀记得是梦见了裴子恒 老天 可千万别说了什么不该说的 利雷眯起眼睛凝视他片刻 忽然笑了 别那么紧张 你就抓着我 要我唱歌的时候说话最清楚 至于其他的 天晓得你在嘀咕什么 真的 他依然不放松地盯着他 骗你干什么 利雷懒洋洋的 把身体靠在后座椅背上 伸出骨节分明的手指 柔柔他有些灵万的长发 闭上了眼睛 睡吧 山路还长着呢 身上裹着柔软厚实的毯子 耳边听着他平稳绵长的呼吸 渐渐的 夏琳也有了睡意 这一觉悠甜无梦 再次醒来时 已是次日中午 在山中属于他的那间贵宾房 医护人员给他开了药 打了退烧针 依旧叮嘱他敬仰 这次敬仰却和前线日子有所不同 主要是多了一位不速之客 魏韶音 自从那天 他借了他的曲谱去研究后 隔三差五便往他这里跑 起初 是与他探讨那几页曲谱上的问题 后来话题渐渐深入 分析起了不同曲风之间的 转程接续和过渡 谈得最多的 还是他前世的作品 没办法 夏琳的曲风太有代表性 况且魏韶音这堂拍摄的MV 就是悼念夏琳的盗王曲 歌名煽情又伤感 叫 为你再唱一首歌 为你再唱一首歌 最后的歌 道别昨日的花香 昨日的传说 为你再点一盏灯 彼岸的连灯 望穿流年远 言语送归程 作词作曲都是魏韶音一贯的风格 却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谁让他偏偏要做悼念他夏琳的歌 上辈子 不管是他的人 还是他的曲风 都与他不熟 完全不熟 他们甚至不曾相识 今生今世 起初夏琳与魏韶音是萍水相逢 他是高高在上的天意首席制作人 他是岌岌无名的练习生 有些疑惑不方便问 可如今 随着他与他探讨曲谱的次数越来越多 他便自然而然问出了口 魏先生 据我所知 您和夏琳并不熟悉 怎么会想起做他的盗王曲 魏韶音选转手中慈悲 深度烘焙的曼特宁咖啡 散发出富裕醇厚的独特苦味 他的姿态优雅 声音里透着极许纵容和无奈 没法子 麦娜姐非要我做不可 你大概还不知道这个女人 她是我们公司最难缠的经纪人 也是个出了名的夏琳死忠粉 麦娜 夏琳回忆了一下这个名字 发现并没有印象 事实上 前世的她对粉丝并不关注 以至于如今想来 竟没有一个能记起的粉丝性命 想起她死亡后 他们那样悲痛地悼念她 心里有不禁有些愧疚 夏琳浅戳一口手中果茶 轻声问 就因为这个原因 魏韶音笑了 当然还有钱 以夏琳的人气 做她的盗王曲能带来一大笔收入 说到底 再优秀的音乐制作人 从本质上讲也是一个商人 她理解的点点头 又疑惑 可假如帝皇出盗王曲 其他所有公司再出 恐怕粉丝都不会认账 毕竟 上辈子 她从出盗到自杀整整十年 都是在帝皇度过 这才是最妙的地方 魏韶音笑得如同一只狡猾的狐狸 前阵子 我遇到凤坤 她说她不打算写盗王曲 凤坤是她上辈子的御用音乐制作人 她几乎所有的音乐都出自她手 如果她不打算做的话 在帝皇 没有任何其他人有这个资格 夏琳的心里沉沉的 仿佛魏韶音杯中的咖啡味道 坠入心底 充满了又酸又苦的感觉 人死如灯面 原来 自己被抛弃的这样彻底 就连曾在音乐之路上 如此契合的凤坤 也不屑于再为她浪费 一丝一毫精力 魏韶音接着说下去 凤坤说 帝皇没有资格 什么 更没有资格赚这笔钱 魏韶音重复了一遍 一脸的玩味 一个为帝皇服务了 十几年的金牌制作人 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让人不得不好奇 她和公司之间发生了什么 或者说 夏琳和公司之间发生了什么 她的后半句话她没在意 心神只集中在之前 凤坤说帝皇没有资格 眼睛闭了起来 她忍住一阵难以抑制的酸涩 凤坤和楚琛一样 是知道真相的 可她并没有像楚琛那样抛弃她 那么多的人之中只有她 只有她 记忆中的凤坤 骨子里与她一样骄傲 对音乐有着执着的追求 看不起一切软弱无能的存在 可她为人比她成熟得多 就像一个大哥哥 总是想方设法提点她 在夏琳毫不在乎的得罪人的时候 她总会对她说 小琳 你收连点 做人总要留一线 惜福才能长久 可惜那些话 她从来没有听进去过 直到今时今日 在众判清理以后 才明白 那是真正的良药苦口 凤坤 对不起 辜负了你那么多年来的苦心 这辈子既然有机会重来 她总要记住她的那些叮嘱 再不犯与上辈子相同的错误 魏韶英依旧把玩着咖啡杯 这首歌 凤坤提供了一些意见 包括其中截取的几处夏琳音乐的片段 也是通过她得到的授权 甚至 她还推荐了沈曼扰 做这首歌的演唱者 凤坤说那些人都太虚伪 表面上捧着夏琳 实际上都恨不得她早点完蛋 我觉得她说得很对 以夏琳那娇纵脾气 不招人恨才奇怪 魏韶英事不关己地点评了一句 这才接着说下去 她说夏琳最恨谎言和背叛 如果让那些虚伪的艺人 为她唱到王曲 她的在天之灵是不会高兴的 还不如让沈曼扰唱了 这女人虽然唱功一般 但好歹是唯一一个 敢当面指着夏琳鼻子 直接骂出来的人 全是这样的理由 夏琳哭笑不得 心里却泛起一阵温暖 凤坤一直很了解她 如今看来 也许最了解她的人不是裴子恒 不是夏宇 而是她 悬沈曼扰这个理由 虽然听着奇怪 却实实在在说中了她的内心 以前 夏琳是不知道那些捧着她 奉承她的艺人是那么虚伪 后来知道了 确实宁可悬沈曼扰这样的女人 也不愿意让那些别有用心的人 靠着她的人气孤名掉誉 她点点头 凤坤 很好 说不出其他的词汇 纵有千言万语 也不能描绘她心中的感激 魏韶英没有发觉夏琳的异样 知情哼一声 是啊 她对夏琳很好 就是苦了我 和沈曼扰那种发声都发不好的女人一起工作 简直要把人都折腾疯了 我浪费了足足一大半的时间 就为了从头教她怎么唱歌 夏琳扑斥一声笑出来 抬眼看见魏韶英杀人的目光 赶紧收了笑 嗯 总算这首歌的旋律很大重化 对歌手的演唱功底要求也不高 到王曲需要尽快赶出来 沈曼扰的水平又摆在那里 根本不可能做高难度的调子 魏韶英说 何况 这首歌是为夏琳的粉丝写的 大部分粉丝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唱功 要唱得好听感人 只有做成大众都能适应的旋律 说到这里 她像是想到了什么 评论 也不知道那些粉丝怎么想的 唱夏琳的歌 从来就是唱得鬼酷狼嚎的 偏偏还一直喜欢她 比如麦娜姐 夏琳低头 慢慢地喝手中的果茶 为此不发表评论 确实 她的单曲能很轻易地上销量榜第一 可她的粉丝 在各类业余演唱比赛中 却很少能拿第一 如果有机会再来 她会做几首 她们也能唱得很好听的歌 对她们好一点 好在有了你 卫韶音说 这首歌里混了几段 夏琳原来乐曲的旋律 她的歌向来高难度 混编在里面 承接和过度方面 很难尽善尽美 之前 我和几个作词作曲人 试了很多种方案 都不尽如人意 这几天和你讨论下来 倒让我有了些新的方向 夏琳抬起脸笑一笑 嗯 能帮上忙我很高兴 卫韶音点头 帮了大忙了 我会把这首歌做些修改 最后呈现出的效果 会比现在好很多 她说着 似乎想起了什么望着她 夜心灵 没想到你有这方面的才华 以后愿不愿意来我的录音棚 帮忙做些工作 去卫韶音的录音棚帮忙 夏琳威正 随即问 有钱吗 卫韶音也正了 片刻后失效 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好事 你竟然只想着赚钱 这话她信 上辈子见识过凤昆的录音棚 未争一席之地 多少人抢得头破血流 不要说走白宫了 哪怕是倒贴都愿意 卫韶音与她并称双臂 想来这边的情况也一样 可夏琳不同 她一不需要学经验 二没兴趣攒资历 三不想借机棒上谁 卫韶音的这份邀约 对她而言实在是鸡肋 她说 卫先生 谢谢你的提议 不过 我欠了公司一大笔钱 当物资即是还债 不赚钱的差事数 我无法答应 卫韶音有些意外 你欠了公司钱 见她没回答 也不追问下去只说 没出道的练习 身体公司做事 都是没钱拿的 我不能为你破例 不过 你若是能出道 我就为你做第一首歌 如何 这次换下灵意外了 想不到她如此大方 新人的第一首出道曲 意义重大 若能一泡红 未来的星途会顺遂很多 而假如折戟沉沙 以后再要揭高质量的通告 会变得很难 恶性循环之下 出头之日便遥遥无期 多少新人 未争一首出道曲 使尽千百手段 可如今 魏韶音竟然就如此轻易地许莫 为她保驾护航 她十分不解 魏先生 听说你很挑人 我叶心灵这点自知之明 还是有的 舞跳得不算好 唱歌音质也普通 你之前选我来拍MV 就已经很让我惊讶了 怎么还要为我一个小人物 做出道具 她自然不是真认为自己不如人 但从表面看 她确实平平无奇 你很特别 叶心灵 魏韶音说 从我第一次看见你 就觉得你很特别 这倒是奇了 第一次见面 是在MV选拔考试中 那时候 她故意把舞跳得很寻常 就这样 她都能看出一朵花来 夏琳摆出席耳宫听的架势 静待她继续说下去 魏韶音的语调很悦耳 单从舞姿上看 那天你确实只能算是 重规重矩而已 如果只有你一个人考试 我一定会把你忽略过去 可你很幸运 她说着笑了 那天与你一同考试的 有一群人 他们的舞姿都被你带乱了 嗯 她隐隐约约 察觉是哪里出了问题 相反 看似平淡 却能带动周围的人 陷入你的节奏 随他们怎么挣扎 不知不觉中 还是会受你的影响 追随你的步伐 所以 你会选我来参与MV群舞 是 你跳舞动作不会出错 还能带动周围人 是很好的群舞人选 魏韶音说 一团总算解开 夏琳终于知道 当初她为什么会轻点她 不经苦笑 除了她 这些练习生 大多只练过 短短几年的舞蹈而已 怎么比得上她上辈子 足足十五六年的情分不错 况且她身为天后 什么大场面没见过 极难受外界影响 要带动他们更是轻而易举 后来拍MV 我着重观察过你 虽然不引人注目 但你的进步很快 似乎每一天都有所领悟 不断提高 魏韶音说 其他练习生 只是把这场拍摄 当做一次任务 而你却能注意吸收经验 你很聪明也很用心 谢谢 夏琳实在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她哪是在吸收经验 只是在小心翼翼地 释放自己原有的技巧 争取早日合情合理地 进步到上辈子的水准 否则明明能跳得很出色 却还要一直假装自己跳不好舞 实在是一种折磨 可光凭这些 还不足以让你提出为我做出道具吧 她问 娱乐圈聪明努力的人多了去了 能在星图上绽放璀璨光辉 谁也不比谁容易 当然还有别的 魏韶音轻笑 最主要的 还是那天我听见你唱歌 你站在露台上 唱夏琳的那首歌 明明是与你的嗓音 完全不契合的旋律 在你的改动之下 竟然如此动听 娱乐圈的聪明人确实很多 但真正有大材质的就少了 你很了解自己 并且有足够的能力和行动力 去扬长避短 假以时日 你能成大妾 所以 魏韶音总结 为你做出道具并不是我的身份 相反 能亲手捧一颗星星冉冉生气 我会十分乐意 多谢台爱 那么我会如你所愿 去你的录音棚帮工的 话都说开了 夏琳也没什么拒绝的理由 事实上 魏韶音愿意为她做出道具 还是让她很高兴的 起码不用担心 落到不知道哪个三流制作人的手上 毕竟她生平最讨厌的事之一 就是和蠢人一起工作 秋剑深 窗外的凤凰花束 开始纷纷扬扬的飘落细眼 夏琳的身体慢慢好转 是时候离开了 管家引她去后山的花园 找力雷雌行 大片的慕芙芸 开得绰约招摇 她有些发正地看着她 给一大丛花修之检验 手法专业姿态从容 心想 这人真是什么都会 管家笑着对她说 叶小姐 上次送去您房间的慕芙芸 是少爷亲手捡的 这些下人对夏琳原本并不热情 比如慕芙芸的事 当初送来时就不曾告诉她 可自从她和力雷吃了一顿饭 还被她一路抱回来后 他们对她的态度 就有了微妙的转变 夏琳并不在意这种转变 事态炎凉 人情冷暖 无非如此 让她在意的是 力雷竟然会亲手捡了花送她 她到底是闲来无事 还是另有所图 不是她自恋 实在是以她的身份 对她这小小的练习声 好得有些过分 力雷放下手中花茧走过来 今天的她 穿一件米灰色圆领T恤 休闲长裤 看上去很随意 有一种闲适居家的感觉 随着她的步伐 隐藏在衣衫下的一身肌肉 绷出若隐若现的轮廓 矫健强悍 散发出一种迷人而危险的气息 她在夏琳面前停下来 低头微笑 不多留几天吗 我的身体已经没事了 训练营的课程很紧 我必须回去练习 她礼貌地说 力雷不以为意 引她到一旁的藤木堂椅坐下 你可以不走的 她的眉微微一簇 隐约有了什么预感 果然她慵懒的声音传来 只要你愿意 可以一直留在我身边 训练营那边我会派人处理 你要是想学 兴致来了可以去上上课 要是不想学 不去也没关系 有些话不用说得太明白 可夏琳若还听不懂 也就网活了两辈子 力雷这是想包养她 这种事情 在娱乐圈司空见惯 并没有什么 值得惊奇的地方 上辈子 若不是有裴子恒护着 妄图染指她的人 简直不知道有多少 可现在想想 尽管她曾那么天真的以为 与裴子恒是情侣关系 但一直以来 她何尝不是被她包着 有一瞬间的伤感 夏琳低垂眼帘 掩饰住情绪 力雷慢条斯里的喝茶 很有耐心地等她回答 她指展的样子很优雅 行云流水气定神闲 深得古运精髓 她不禁想 像她这样的人 有钱有事身份尊贵 又生得如此俊美 要什么样的美人没有 怎么唯独就看上了 只算清秀的她 她是真的疑惑 为什么 一不留神她问了出来 力雷看夏琳一眼 深墨绿色的眼眸里 笑意散漫 我说过 你是我喜欢的类型 而且 你很干净 还很实趣 夏琳的脸色冷下来 干净 她已经在用评价情妇的标准 评价她的身体 也许还派人 对她的情史做过调查 这让她感到耻辱 她霍地站起身子 很抱歉让你失望了 我一点也不识去 Boss大人 谢谢你这段时间以来的招待 明天我就离开 她没有阻止她 甚至 在她第二天启程时 派了管家来送 管家帮夏琳 把行李搬上车 又交给她一个包装精美的盒子 叶小姐 少爷说上次弄脏了你的手机 所以送一只新的给你 请拿好 她这才想起来 力雷之前受伤时 借了她的手机打电话 还过来时上头全是血 那时候她的脸色有些不快 原来她早就注意到了 只是 既然她对她有企图 她的东西 她就不能收 夏琳轻轻把盒子推还给管家 你家少爷的好意我心领了 东西还请收回 管家仿佛早就料到如此 只恭敬地把盒子继续递过来 少爷说了 如果叶小姐不愿意收 就一定是她的诚意还不够 那样的话 只能让我带着一队人 送到训练营去 叶小姐 请不要为难我这个当差的 这话说得委婉 里面的威胁意味却是十足 带着一队人送到训练营去 老天 是料定了她不希望将事情闹大 才这样有恃无恐 她忍下一口气伸手接过盒子 冷冷地说 谢谢你家少爷 管家依然毕恭毕敬 少爷还说 如果您什么时候改变主意了 就拨她的电话 手机侧面有一个快捷联系人按钮 存的是她的号码 谢谢 不过 我永远也不会用到的 夏琳强忍住摔手机的冲动 咬牙切齿地说完这句话 转身上车 回到训练营 发现她不在的这段时间里 许多事情都变了 先是陆涛找到了自己的街舞搭档 一个名叫冷灰的少年 黑发戏眼不太说话 脸上表情总是淡淡 是时下小女生们 很喜欢的冰山酷哥类型 她从帝皇训练营转换来 与此相对的 是洛洛交换转会去了帝皇 夏琳有些担心那个可爱的女孩子 帝皇的训练营是圈内最好 也最严苛的地方 竞争激烈 淘汰率高的惊人 每年都会传出 有人受不了压力 而自杀的消息 不知道洛洛能不能坚持到最后 谭音把夏琳叫去办公室 交给她一样东西 是洛洛临走前 叫我转交给你的 她说 上次你不认她这个朋友 一定是因为那段时间被人欺负 心情不好的关系 还说 会永远把你当朋友 不管走到哪里 都会和你一起加油 争取早日都出道 夏琳低头 望着手心里静静躺着的四叶草挂坠 心中有隐约的酸涩感动 洛洛啊 真是一个单纯的孩子 即使被那样拒绝 也依然开朗 心无芥蒂 她对谭音说 转高落落 让她保重自己 然而想了一想又改口 算了 谭音饶有兴致地望着她 真残忍 你明明知道那孩子很绵你的 就忍心这么对她 不然要我怎么样 痛哭流涕说 我错了我们和好吧 心头止不住地暴躁 夏琳语气也尖刻起来 谭总 这是我的私事 不劳烦您过问 谁不想要朋友 谁不想多一个人关心 但她不能 永远不能 从今往后 她唯愿一个人安静走完 没有牵挂 就不会再遭遇种种背叛 日子一天天如水流逝 下令一个人独来独往 训练吃饭 洗漱睡觉 另外 还不定时 去魏韶音的录音棚 帮她做些工作 大多是打杂的事情 梳理曲谱 协助监棚等等 也会陪着她到处跑 听她与各路人马沟通方案 多是些唯美雅致的作品 与她上辈子的华丽妖艺 截然不同 接触得多了 她便对这不熟悉的曲风 有了许多认识 融入到她的歌声里 渐渐地 便形成了今生今世的唱腔风格 用魏韶音的话来说 她的声调越来越干净疏离 就好像雨天隔着玻璃看世界 简洁且美丽 配上你这张脸 倒是不错 魏韶音总结 她将手里的琴简递给夏琳 到时候跟我一起去 夏琳低头 深红色四绒尼金边的华美 琴简无比熟悉 那是国内最红的音乐电视台的 岁末盛典 每年都会邀请圈内名流参加 歌手制作仁慈 娶创作者 星光璀璨 齐聚一堂 曾经的她 每年都受邀请去 但是从未见过魏韶音 你似乎不太参加这些活动 怎么这次 她问 这种活动最麻烦了 魏韶音皱眉喝咖啡 上好的曼特宁 散发出醇厚富裕的苦香 人又多又吵 而且又脏 停了一会儿 而且又脏 夏琳轻声笑出来 魏韶音有轻度的洁癖 这是在与她相处久了以后 她才发现 她的办公室 每天都要消毒一遍 外出永远自备餐具和咖啡杯 并且从不用纸巾 只用随身携带的小帕子 据说此人的本命星座 和上升星座 都在处女座 她不悦地瞥她一眼 你以为我想去 这次先是奉昆拒了他们的邀约 然后陈宇慕容招几个 不是生病住院了 就是结婚度蜜月去了 制作人李 撑得住场子的就剩我 电视台那边上门 请了好几次 电话都打给老板了 夏写本许了 明年的一个黄金档器 我只有跑一趟 奋昆拒了 这个消息让夏琳很惊讶 以往她每年都会出席 今年这是怎么了 魏韶淡淡 她说这段时间太忙太累 要去国外休养一段时间 调整状态 谁都知道 这大半年来 夏琳死了 夏宇又要出道 接二连三的事情 确实会让她应接不暇 是啊 夏宇要出道了 夏琳不是今天才知道这个消息 事实上 自她回到训练营后没多久 宣传公式就铺天盖地展开 到处都是夏宇的预热新闻 歌未上人鲜红 魏韶音自宽大的真皮沙发上站起身 与夏琳一同望向落地玻璃窗外 窗外是喧嚣的街道 巨大的电子屏镜头变幻 呈现出夏宇那张精致鲜美的脸 她的容颜与前世的夏琳 有三分相似 却没那么华美惊艳 而是多了几分楚楚动人的味道 让人不由地想要疼惜和保护